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嘉宏 我現在在政大選舉營業中心工作 今天就是早上接到郭博昌老師的電話 因為他要去處理大家也許您知道的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就臨時來幫他代班主持 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看到郭博昌我老師 那抱歉我今天沒辦法一讀他的讀三哉音 我想在電視上看過很多次了 那我想今天要請到社會系的林國斌老師來談參與式預算 那事實上我剛剛在會前跟國斌老師討論說 他今天的那個講演的內容跟這節目 一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提到有一些東西 跟各位就是年輕的那個 世代年輕的族群 更有關係有參與的方式 那我想我就 不用花太多時間 在那個郭博昌老師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派客後交給林老師 請大家稍微用我的掌聲歡迎大家一起來 謝謝蔡老師 謝謝蔡老師 林為壽命來幫忙主持這場演講 那像他所講的也許在座本來有些人是想來看房屋商老師 也許有點失落 希望我的演講不會讓大家太失望 我覺得這個來這場演講是值得的 好 那今天要談的是參與式預算 他在國際上的一些實踐經驗 那為了要避免跟前幾場演講的內容有點重複 那我會選擇 Focus在跟以前所講過的比較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但是我假定在座還是有一些人 是第一次來參與這個演講的系列活動 可能有些人他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什麼叫做參與式的預算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還是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參與式的預算 我先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所謂參與式的預算 是由人民來決定部分的公共預算支出的優先順序 然後我們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社區社會團體的一些代表 他們共同來討論我們支出的優先順序是什麼 那提出計畫 而且投票來決定 那在這個簡短的定義裡面 有些是我用體現把它畫出來 那這要特別巧妙一下 第一個是由人民來決定 因為一般我們講說預算 預算是由政府部門編類 對不對 然後議會來通共 比如說我們用代議民主的方式 選取出我們的政府的首長 選取我們的民意代表 他來幫我們決定 我們納稅人所交的錢要怎麼樣浮花 但是怎麼樣浮花 不見得是我們所希望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 我們要自己來做決定 要讓人民來決定 納稅人的錢要怎麼花 但是我們不是把所有預算 都讓人民直接來做決定 只有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 所以民意代表 大家不用太多幾乎 說哇 所有的私事本人計算 我們都要讓民眾來做決定 沒有 要有一次一部分 比如說巴西 尼港 一個城市 它可能最多也是15%左右的這些計算 是透過這個參與私計算的方式 由民眾來做決定 那民眾來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如果是全市的範圍的話 他可能沒有辦法讓我們每個民眾 都來參加做這個決定 對不對 所以他有時候 他還是會 尋取代表 有些代表 他一起來 來做決定 但這些代表跟我們議員不一樣 你說有什麼差別 我們不是選議員 議員幫我們做決定 跟你選代表 去幫我們做決定 有什麼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呢 我們要划算 划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民眾先討論 那代表他表達 幫我們表達他的意見 當然 他要把我們的想法 凝聚什麼預算可以執行的那個項目 但是 他要跟我們討論跟溝通 確定 大家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我們要見腳踏師套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籃球場 讓慶田們 他可以運動 這些想法都很好 那我們看有幾個 這個預算是這樣子編的 大家覺得好不好 這代表會跟民眾一起討論 民眾也會提出他們的想法 議員 他預算怎麼審查說 他們有沒有來問我們的意見 沒有啊 但是這個代表他未來跟民眾做溝通 那我們就用討論 討論出我們製作的優先順序 到底是什麼 而且這個計畫 不如這麼問 就要這麼問 提出完了嘛 對不對 它可能鼓亂邊類啊 可能跟民眾需求不一樣 但在參與實際上 我們到底要把錢花在哪裡 這個計畫呢 是由民眾人民所提出來的 我們提出來 我們來討論 我們要劃成的可謂值 可以執行的這個方案 然後呢 我們來投票決定 可能有好多好多個方案 哪一個方案是我們最想要的 我們用投票的方式來做決定 這個大概就是 參與實際算的親朋的這個精神 那我今天要來談論 好 那如果再次讓我們這樣了解它的話 它是基礎上的民主的體驗 跟我們所所熟悉的代言民主的方式 我們選議員選行政所長來幫我們決定 納稅人的成員值包括 這樣子的民主存信 有什麼不一樣 精神戰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我要講的東西 第二個 那要怎麼操縱 用那些不同的形式 在國際上有哪一些經驗 我們可以進行的 好 那所以我就操縱這兩點來講 好 首先我要講 參與實際算 它跟審議士民主的這個概念 它有非常緊密的語氣 那各位可能也在很多的場合裡面 聽過什麼叫做審議士民主 所以呢我還是 先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審議士民主有這個基本的想法 所有受到決策所影響的民眾 他應該要有權力來影響這個決策 預算當然會影響到我啊對不對 是我們納稅人交的錢啊 怎麼花 當然跟我理解有關係啊 好 那我 可不可以 我不講 已經代表這首 我也來參與這首決定 但我在參與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要能夠去理解 這些不同的一算的方案 它的優先順序 它的優戀可視是什麼 我要能夠去討論去理解 那時候可能帶來的獲果 那這樣的審議民主呢 第一個它就是民主的這個面向 就是我要能夠參與決定 審議的面向呢 我要能夠理解去討論 那它跟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民主程序 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它是審議民主 而不是透過我們審議所產生的民代友 跟政府規定來幫我們做決定的 再來 決定的形成過程不是只有投票 不是只有投票 它要進來討論的過程 這個過程可以讓民眾能夠去理解 這個政策它的影響是什麼 對我們自己對其他人 對我們整個社區它所帶來的影響 到底是什麼 它的基本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 我剛剛所介紹的審議生預算的基本的精神 就是跟這個審議民主的直接民主 跟溝通討論 有非常緊密的理系 那麼從1980年代到期來 就有很多很多的公民參與的模式 是採用所謂審議民主的精神在進行 像台灣辦很多次的公民會議等等 也許各位也有聽過的 那這些公民參與 有哪些特質呢 它要指定兩個基本的問題 一個問題呢是誰來審議 雖然我們講說 受到政策所影響的民眾 應該要有機會來影響這個政策 可是呢 我們人這麼多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讓每個民眾 都來參加討論 所以邁載公民會 因為他以前只有20個人 以前所辦過的 人是我們有限的 20個人 那他們怎麼樣是能夠來 未有重發生 我們當然希望一個背景 參與職的背景 它是比較多元的 有意識性的 能夠包容各種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些程序 來決定 怎麼樣是來照顧民眾來參加 好 那五、六百個人上千人來報名呢 我們只管從這五、六百個人上千人裡面 去挑選出20個公民 或有些會幫我們教他 100個公民 我們來參加這個討論 他就要有一些方式 希望讓參與者背景是多元的 讓不同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 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 那怎麼審議 怎麼審議 才能夠達到 溝通討論 講你的精神 首先你要有充分的這個資訊 我剛剛講過 我們希望 讓我們的參與者 他能夠知道 這個政策 你到底是不是要腳踏車到 在台灣可不可行 以前那個 敦華人也有一個腳踏車到 後來就被廢掉了 那我們把目前的額道路 就是腳踏車跟連行到核賽起重方式 好不好 等等 我們要有不同的這個方案 這個評議 我們要有充分這個資訊 纏弱的一些錢 掛在什麼一些地方 是必要的 是你做所需求的 而且是可行的 那通常 這些神力士的公民參與 他會提供一些諮詢 比如說 可能他會有一些閱讀的資料 簡單你懂的一些資料 他可能會有影片來介紹 那有時候 可以搭配一些專家 來這個演講 讓我們對這個政治的背景 對他的優劣得失 我們有些清楚的這個預計 第二個 他必須要有 對話跟討論的同學 我們可能會看到有些公聽會 對不對 公聽會他邀請 這個不同的社會團體去參加 但是社會團體 他可能就是個言而至 講一講 有時候我們放放泡 然後可能就走了 彼此之間可能也沒有 對話跟溝通 那但是在這個神力士的參與裡面 我們要讓你的參與者 彼此能夠溝通、對話、盯聽 不是講自己的意思 我們也要去聆聽會員的意見 去反省自己的一些 所抱持的想法 是不是站得住腳 那這裡就可能需要一些主持人的協助 不要仔細的去設定一個議題 盡由主持人的引導 所以我們讓大家都能夠對話 再來 他必須要能夠形成這個結論 滿久的政府 某些政府男人聽說 很喜歡辦公民咖啡館 為什麼要喜歡辦公民咖啡館 因為公民們不必形成這個結論 結論讓政府不能自己去做 當然喜歡啊對不對 他可以自己去詮釋 公民的想法是什麼 公經會 可能他也會做結論 我們蒐集民眾意見 蒐集社會的一些意見 因為結論政府自己去選擇 但是在這個神經事公民參與裡面 我們會透過某些形式 來形成我們對這個議題 我們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有 書面的共識報告 像公民會它就有一個 滿長篇的報告來盤塑 我們對這個議題 對要不要變成事情 性交易要不要純粹化的意義 會表達民眾的立場 共識性能的觀點 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透過某種 表決的方式 或意見調查的方式 我們有好幾個選項 支持A選項有多少人 支持B選項有多少人 我們會透過意見調查的方式 總而言之呢 它會有某種形式 來把我們討論 以後大家的意見的分佈狀態 或我們基於共識什麼 把它呈現出來 這是一般的實力是國民參與 它所具有的特質 那我們講說 參與實力算 它有什麼特點 它跟我剛剛所請的 那些有共同的疑問 但是也有不一樣的疑問 我來講一些不一樣的疑問 剛剛就是我都有 不是我都有 有些跟你不太一樣 但基本精神 我還是不夠維持 誰在實力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講說 某一些 史密社成員 它需要去招募 跟抽選這個民眾 但是參與實力算 我很開放 我都不開放 我在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要徵求民眾的想法意見 我們要努力激盪 大家對於我們的預算 什麼方法 在哪裡 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青年 有什麼需求 那大家 只要你有興趣 你都可以 而且我們能辦好幾場 有興趣都可以參加 我們就不用再經過一個 然後抽選這個程序 好 那 史密社成員 在某一些做法 它可能會投票 最後 譬如說我們有十個獲選方案 我們有二十個獲選方案 我們投票選出又可能 你只要是符合特定資格 比如說你如果你是這個地區的助理 你在這裡就選公眾 即使你不涉及 你都可以投票 或者說我針對你青人 你可能符合歷歷的規定 你都可以來投票 我們不排斥 那個人盡量包容 他還是有包容的精神 更包容 只不過他有時候 他會選舉代表的這個方式 這是我剛剛所講的 然後這個呢 是跟別的 史密室的公民傳言 不太一樣的地方 再來 在提供這個資訊的時候 史密預算特別要求的是 我要了解 我這個社區或這個群體 假設我們 等於算是針對社區 或針對青年組織 那對青年們需要什麼東西 對我們這個社區 最過去需要的公共資助是什麼 我們要能夠有所謠解 而且呢 我還要具有某些能力呢 把我們的需求轉化成為 異狀善可以執行的 就我們需要有更多運動的空間啊 對 那要設在哪裡 大概要花多少錢 對不對 我們希望 比較弱勢的青年 因為他可能沒有錢可以買筆電 可是筆電的訊息很重要 那我們到底要給哪一個 比如說學校 或是什麼樣的資格的接種 我們要有把那個需求轉化成為 具體的預算科目的 一樣的一些知識 再來呢 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專家 來幫助我們做一些說明來協助 來協助我們 我們怎樣把這些需求轉化 為一些比較具體的 預算上可以執行的這個項目 再來 有關於對話跟溝通 他也需要我們參與的人 一起幾十網易 來交換我們的一些想法和意見 但是 他跟別的參與 那個指令室的分別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 有一些方案的執行 他會尋取代表 所以他需要 我剛才講的需要代表 跟我們的民眾密切的 過通 把我們民眾的想法 轉化成為預算的方案 把預算方案跟民眾的過通 這樣子做 你覺得怎麼樣 是跟你原先的這些需求 有沒有可以大為奇 我們需要這樣的過通 我們需要這樣的過通 對話 再來 預算 參與室的預算 他跟其他的 史林寺公民參與 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 很多的參與 公民室 史林寺的公民參與 他是緊攻參考 緊攻參考 比如說我們辦了一個 性交易要不要處罰化 要不要處罰的公民會議 公民的主張是 性工作者 還有第三者 從事性交易的雙方 跟第三者 都處罰 這是公民委員會的結論 結果呢 這個 政府之後的話 是有各地的地方 政府去決定 要不要生理專區 沒有生理專區的話 就是嫖客跟 這個性工作者 起不掉法 就比以前還要更遠的 就跟公民會議的結論 是相違反的 因為公民會議是公參考 但是呢 參與室的不一樣 他有實質的決定和權力 比如說我們 如果是採用投票的方式 來投出這個獲選方案的話 那政府就要去執行 他有實質的決策這個權力 而不是只有諮詢的這個性質而已 而且 當我 預算決定了 去執行的 我們還有一個監督跟評估的構成 不要看你執行的地方 有沒有跟我們當作想法一樣 反而是呢 你在委託的構成裡面 就開始這個 這個圖一 特定的人士 然後違背了我們當作這個主張 他還有一個監督或評估的過程 這是其他 史密室的公民參議所沒有的這個特質 好 那這個是 我們所知道的 參與司機算 他跟史密室的評估 他的精神的接近之處 其他跟史密室的公民參議 比較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 我們大概就要來看看 史密室一算他的一些歷史 最早是在1980年代的末期 從巴西離港開始興起 然後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從1990年到2000年 他在大陸美洲的其他國家 像阿根底等 一些層次開始進行實驗 而且過來就擴散到全世界各個地方 目前估計 大概有超過一千五百個層次 地區或機構 這個機構包括有些學校 學校裡面不是 怎麼的話也不是學生會來做決定 他在學校裡面 也可能用參與司機算的方式 讓學生來共同參與 決定學生會 要怎麼去實行這個計算 有一千五百個 大概看一下分布的這個狀況 那 那 大陸美洲的亞洲 歐洲有很多的這個國家 在亞洲 包括日本 還有泰國令部 還有印尼等等 很多國家也有參與司機算 非洲也有很多的這個國家 可以進行這個參與司機算 那 這個參與司機算 它基本上有三種模式 我所理解它有三種模式 一種模式呢 就是巴西語港的量力的方式 就是說 我框樹一部分 比如百分之十五的 這些預算 然後 全市的各個區 都來參加 來分配 這百分之十五的 所以全市可能有十幾個這個區 每個區 就經過一個討論的一個過程 選派代表來決定 這百分之十五的 市政預算要花在哪裡 這是以全市作為範圍 第二種呢 是以某區為範圍 這個比較像是 我們里長不是有些分配碼 每年人有幾十萬 我們以前在這些議員 有些地方的議員 它也有分配碼 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像芝加哥 像紐約市 他們也是也有一批分配碼 那芝加哥可能一百多萬美元 紐約可能三百萬美元 以前的話 這個人就拿一些打裝的 對不對 但是呢 芝加哥跟紐約 他們就可能採取好 我們讓這個地區的民眾來決定 我這個一百萬三百萬的分配碼 我要花在哪裡 所以是這個區 我這個議員所負責這個區 我們來決定 那可能 它就不是以全市為範圍 對不對 第三種呢 是波斯文的模式 就是說 我是以全市為範圍 可是我是針對特定群組 比如今年 一月到七月 他們所進行的七年預算 針對青年 我編列了一百萬美元的這些預算 那讓青年們來決定 我要把這個錢 花在哪些地方 全市為範圍的設施 針對特定群組 這是第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呢 這幾個禮拜以前 中山大學的萬一者教授 有講過 對不對 在座也許有人有聽過 沒有聽過的話 好像也講沒有上線 那還可以線上去歪卡 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去談這個部分 我只用一張圖影片簡單介紹一下 我的重點呢 會花在第二跟第三的部分 來跟各位介紹 那個 芝加哥市跟紐約市 他們的那種 參與式預算操作的情形 我也要介紹在波士頓市 青年預算操作情形 特別的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台北跟波士頓 因為呢 我覺得這個在台灣 是比較可疑的方式 如果我們要 我現在沒有看過 我們的國家是 以全國為範圍 以全國為範圍做的餐飲食 你說沒有 大陸是地區性的 是 地區 但是你要把全市的 全市的一步一計算 框出來 讓全市的每個地方 如果台北市各個區 都要來參與分配這個預算的話 那個其實工程滿浩大的 爭議也很多 那如果呢 你就是說 那我們就文山區 大安區 的某一個部分的預算 我們來做分配 這個也不容易 你也不能想 欸 理長啊 我們來試試看 不是不行啦 也是他可以做實驗 看你從哪些地方 現在不是有欺民要選理長嗎 對不對 選上一位 其實這個理長 那如果有一些分配管的話 他可能用 參與是 預算的這個方式 來跟你去討論 我們要 把這幾周要花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 像波士尼的欺民的預算 那個是有很多 可以接近的這個地方 特別我們在這裡 有很多的聯繫 我們舉辦這個系列的活動 計謀手提起 有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選動我們的公民參與 我們要進行某種民族的創新 我們要經常年輕人 來參與這個民族的構成 史冰世紀專 他是真的能夠發生力量 力量 而且這個構成能夠更了解 這個社會 這個城市 我們的社群怎麼在運作 所以那個是 捲動年輕人才有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年輕人來參與 然後來討論多個16跟年輕人有關的綠算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實踐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會花稍微多一點時間 來介紹一下波斯特的這個新年參與式的這個綠算 好 那我就簡單的先講一下 有關巴西人力感綠算的參與這個過程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也有一個地區性的會議 就是一個會的廣大的場合裡面 大家私立居民都有興趣的很多人來參加 好幾百個人一起來參加 那政府官員他們就會報告上個年度 預算執行的這個情形 那上一陸有很多也是透過參與執行的方式來執行 那民眾呢他就提出他們的想法 就我們希望下一個年度的一些計算 我們希望花在哪裡 我們這個社區有什麼樣的需求 需要振不出錢的來協助的 好 然後他們呢在這個過一個場合裡面 因為腦力激大 然後呢選擇代表 選擇代表 選擇地區的這個代表 代表呢他們就要開會 把會議裡面所聽到的民眾的那些想法 把它轉化成一個方案 對不對 轉化成一個方案 因為想法很多嘛 呈現上載的好多好多 對 我要會計起來 然後凝聚成為幾個可以執行的聚焦的這個方案 然後這個不是由代表選擇說 就是這樣子 我們怎麼知道你這個方案 跟我們當時的民眾小朋友一樣 對不對 那代表會為自己 通過他自己想要的這些 這個主張進去 所以要再跟民眾來開示會 第二次的這個地區的會議 你再找民眾來參加 然後這個代表就報告說 那我們現在規劃大概有這幾個方案 大家覺得如何 有沒有需要修正 經過這樣討論的時候 這代表就代表著 經過我們地方民眾同一個方案 進入到全市的這個會議裡面去 他們就成為全市新任的這個預算委員 而且代表跟來自西南地區的代表 一起討論溝通和協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政府部門他們也會參與 然後也會解釋說明 預算編列的一些原則 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個代表裡面 他們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會尋到一些 預算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識 然後經過各個地區的這個行銷 最後我們把下一個年度的預算 敲定 然後就 政府部門就去執行 執行以後我們就會再做一些評估 然後在下一個年度的這個地區會議裡面 再提出報告給檢討 這樣一年一年 這樣方式在進行 那這個大概是 以全市為範圍的 實力是 參與市民傳的操作的這個方式 你要知道這麼多的細節 你就去參考 溝通老師的這個演講 那我現在要講其他的這個部分 其他的部分呢 是非以全市為範圍的 他的操作方式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 我現在有個方案有宣布 我要做一個清廉的參與市預算 我要做一個 呃 這個 文山區 我們各地 這個參與市的這個預算 好 那我們就請大家來提出想法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很多的社區的這個會議 這個造型 一樣 大家在這個會議裡面 提出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去改善我們的承受社區 我們要怎麼樣子 那個 讓我們的這個年輕人 未來都有希望 那政府應該要花 把錢花在哪裡 來協助青年們 我們把我們的想法主張提出來 提出來以後 我們下一步當然就是要把這些想法 也要把它轉化成為一些可行的方案 然後就要列出這些優先順序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收益討論 好 我們現在呢 大概 我們大概有一百萬的這個預算 我們可以支持大概六個 每個大概大概十五萬左右的這個方案 OK 所以現在大概有幾個方案 有十二個這個方案 他們主張是什麼 那他們的 所要服務的人群是什麼 他們要解決哪些問題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這個說明 我們也在選票上面做一個簡單的 一個介紹 這個十幾個這個方案 然後把選票讓我們的公民們 來做投票 來符合投票資格的一些 所以鼓勵大家有能力的參議來做決定 然後我們從這幾個 十幾個的獲選方案裡面 我們選出票數最高的 然後就去執行 在執行 進行期間 一樣我們還是會去監督 跟評估 他的獲選的這個狀況 這個就是 非與權勢為犯 這種史歷史的 參與生意算 他的這個執行 這個情形 那我們要看一下 參與生意算怎麼運作 我看大概三分鐘左右的一個